飞行的是非常的平稳 离地 腾空 起飞 大陆国产飞机C919 5月28号成功商业首飞 当时包括央视等大陆主流媒体 从机外到机内 甚至飞机餐都大篇幅报道 但就在C919才执行商业飞行 刚满一个月的时候 发生停飞事件 6月29日 东方航空MU9197航班 在抵达成都天府机场后 归岸计划返回上海虹桥 引发了旅客们的关注和疑虑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多家媒体报道 东方航空公司唯一一架C919型客机 6月29号原计划要在中午12点半 执行编号MU9197航班 从全都返回上海 但航班延误到下午2点16分才起飞 而且直飞的客机更换成A320型客机 另外民航信息网站 飞行雷达24资料显示 6月30号依然是由空客A320 执行C919飞行航班 东方航空方面对此事进行的解释 称由于运营调整 他们不得不将原定的C919机型 更换为空客A320 东航简洁的解释 反而机器外界更热烈讨论 更换机型的原因 旅日机械工程学者周浩猜测 C919电子控制系统和机械系统中 有欧洲美国产品 就怕组成飞机后磨合出了问题 南华早报则报导 大陆首架国产大型客机C919 非常仰赖美国零件和技术 但随着中美关系恶化 美国扩大对大陆半导体 和航空出口管制和贸易制裁 对大陆航空业造成冲击 也有微博军事博主认为 C919客机可能故障 拉到一边修理很正常 还有网友觉得更换机型 是对乘客负责任 但这些说法都没有获得官方证实和回应 TVBS新闻程序李明珍 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